各位晚上好 在这布道会期间,我们有着说不尽的喜乐 其实我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经常说话 你们不当牧师干什么呢?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我在看着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心想,为什么不当牧师呢? 各位真的,当牧师非常的幸福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圣经话语 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5章 《路加福音》15章 我们从11节开始来读一下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封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封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自财 其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糟饥荒,就穷枯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 我都在这里饿死嘛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 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天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就动了磁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切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各位今晚我们所读的这个浪子的话语,我们都非常的了解 儿子在猪圈里面过得非常悲惨后,回到了父亲家里 在回去前,他心里想,父亲会怎么说我呢? 他会特别高兴吗?不会的,他肯定会特别生气的 然后就从猪圈里到了父亲家 可他却得到了让他意想不到的非常惊讶的一些待遇 父亲抱着自己的儿子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 然后儿子就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可父亲说什么呢? 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 然后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上鞋子 然后把那肥牛犊先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了 各位,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总是感觉到这圣经所有的故事都是我的故事 儿子在回到父亲家里之前 他在猪圈里面过得有多悲惨了 可他回到父亲家里面之后,过得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光荣 我在过去过得非常艰难,一切都是绝望 那我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现在虽然是痛苦的 现在虽然是贫穷的 虽然现在的很难 可如果我能够带这些盼望认为下一次就能过得更好的话 那我还能带有一丝盼望生活 但我没有这样的盼望 不管我做什么 都是败王的,都是失败的,都是困难的 让我丝毫的无法带着盼望生活 这不知道让我多痛苦 然而在1962年10月7号的时候 我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自己都赦免了 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变化了 特别神奇的是,我无论做什么都可以 我看别的人做的话,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 可我到现在为止,我无论做什么都没有是失败的 尤其是这一次 我们每天都在高兴着 人们,各位韩国人在这里讲道 一分钱也没有花 那却有200多个电视台呢,免费要播放我的这个话语 而且各位非常幸福的是,就像我们最得到赦免之后,喜乐高兴幸福一样 这一次通过布道会最得赦免的人呢 那通过神呢,就像神帮助我一样 同样会帮助他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特别的幸福 昨天呢,基督教报社的八位局长过来采访我 那今天呢,又从全北呢,来了四位记者来采访我 我最初当上牧师的时候 那有人请我吃饭 那当时,这菜特别的好吃 真的,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菜 那我心想,我真的能吃这样的饭吗? 像我这样的家伙真的可以吗?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一开始,我在见到总统的时候 我最先见到的总统是巴拉圭子总统 巴拉圭大使馆的大使呢,有一天来找我 他说 牧师啊,我想让牧师您当我的大哥 所以呢,他就给自己起名叫朴大猪 我说你这当弟弟的怎么能当大猪呢? 他应该是小猪啊 那,非常抱歉,但是我有两个 部长妹妹 一个是坦桑尼亚的青少年部部长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 还有另外一个是 纳米比亚的青少年部部长 两位都是女部长,他称我是大哥 那,说实话呢,真的不能这样 有一次我们在举办大会的时候 那我们当时在釜山举办大会 然后我们要去参观国会 那本部呢,会给我下达命令 那从釜山到深山,我们这个休息站为止呢 说你得在你车上带一个部长 然后在这一段时间里呢,你得让他得救 然后从深山,再到国会的时候呢 再找另外一个人坐这个车 然后从深山呢,又到釜山呢 总共呢,这一个来回呢 我就能带四个人坐在我的车上 那本部命令我呢,给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得救 那一般到国会需要花五个小时的时间 那他让我呢,在车里呢 给每一个人交通两个半小时 那这进行部的命令非常的可怕 那别的都特别好 可纳米比亚的那个女部长呢 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头疼 那这位部长说我得救了 而且最多赦免了 而且我也悔改了 而且我也得到了圣灵 但我是罪人 那当时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困难 真困难呢 而且这个女部长的个头有这么高 可是当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这个部长就明白了自己没有随得赦免 那天这个部长最多赦免之后呢 特别特别的幸福 他叫我来一趟纳米比亚 非常抱歉,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去过这纳米比亚 那我想带着我的妻子一块去纳米比亚 可我的妻子呢不太习惯坐飞机 我就想坐飞机你就睡觉就可以了 那在飞机里面也不是说要去耕田的 也不要去除地啊 但他总是说坐飞机特别累 所以我理解不了那些说坐飞机特别累的人 那我想啊,现在部长呢应该会特别幸福了呀 当我最先见到部长总统的时候 巴拉圭的总统 巴拉圭的这个大使呢 他成为了我的弟弟 可有一天他非常认真的来找我 说,大哥,我有一个问题 我问他是什么 他说,我们国家的总统要来访问韩国 各位,大使呢,在大使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如果自己国家的总统来访问这个国家的话 那由大使来主管所有的事情 那当大使的时候呢,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个 因为如果能招待的好了,那他也能当上部长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所以大使就说 虽然他想好好招待总统 可因为他们大使馆的预算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很好的招待 所以他就一直在担忧这个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就说呢,因为总统喜欢音乐 所以呢,就打算呢,办一场音乐会 他说呢,所以牧师啊,能不能请合唱团过来呀 那当时正好是我有残世 室内体育馆布道会的时候 所以我就跟那个团长说的时候呢 他找了几个人跟我一块过去 那大使呢,就联系我 牧师,你也一起来吧 一般我在晚上八点二十分的时候呢 会上台开始讲话语 那因为大使馆离我们举办音乐会的这个地方呢 大概有二三十分钟的距离 那当时我呢,是六点半到的这个大使馆 非常抱歉 当时是七点开始这个活动 我六点半到现场 那大使呢,听说我到了 就让我来九楼 到了九楼的时候 那里有巴拉圭的总统,还有秘书市长,还有两位部长,还有大使五个人在那里 那我头一次见到总统 那我这个人呢,有点害羞 不知道见到总统之后呢,该说什么 所以大使就在旁边说 牧师,你讲一讲这IYF的事情,也讲一讲文徽真姊妹的事情 所以呢,就讲了三十多分钟 然后我把有关最多赦免的西班牙语的这本书呢 交给了总统 然后参加音乐会 因为我到了要去布道会的时间了,所以我就提前出来了 过了几天之后,大使就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总统把牧师你的书都给读完了 我心里特别感慨 总统在坐飞机回去的时候 一上飞机就叫秘书把那本书拿过来 可秘书把这本书落在这里没拿走 所以第二天,大使夫人呢,就拿着这一本书呢 就坐飞机追到了巴拉圭 然后就,总统就来联系说呢,总统读完这本书,特别想见我 那我说,现在我没有时间 等到明年二月份,我们在巴拉圭举办大会的时候,我可以过去 所以我们就去了巴拉圭的大会 可因为我是 受总统的邀请 去了这个国家 所以这是我同一次受到的待遇 当我到了这个国家的时候,刚下飞机 那这个警务室呢,就过来呢,把我那给带走了 然后,他们帮我呢,办完了所有的手续 帮我找了所有的行李 然后我就坐在归分室里面,喝茶等着就可以了 然后我只要出去的话,就有警卫在前后呢,做我的保镖 然后在酒店里面有那些便衣警察呢,有八个人呢,在二十四小时维护着我 那,我给秘书市长呢,在见总统的前一天打了电话 我问,我能见总统多长时间呢? 他们说是四十分钟 那那天晚上,我就特别的苦恼 我见到总统之后呢,要给他传福音 可我想呢,我跟总统打招呼呢,至少就要花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当时我们带了,带着合唱团的成员,十三个人一块过去 我又想,合唱团如果唱三首歌曲的话,至少又要花费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除掉十五分钟的话,最后剩的是二十五分钟了 在二十五分钟里面,我要给总统讲这有关最多赦免的部分 我再怎么去想也是没有这个时间,时间总是不够 所以我就去了,去之前我告诉合唱团说 我今天要给总统传福音 你们绝对不要抢我的时间 总统假如问问题的话,你们就简单回答说是或者不是 那,合唱团呢,特别的这个,听我的话 搭配我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打了招呼之后呢,我就马上坐下来之后 开始翻开圣经讲话语 那一天,总统最多赦免之后,不知道有多么多么感慨 他呢,抓着我的手呢,在那里呢,有点快,感觉上快要哭泣了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特别特别的感慨 真的特别的感谢 然后我们所有的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唱了歌,出来了 我大概呢,坐车,然后回来十分钟左右,然后来了电话 今天晚上,IYF的世界大会呢,要由总统来参加 那我们IYF大会当中,经常有总统会来参加 但是这个,巴拉圭的费罗兰多总统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大会的 那,没过多久,秘书市长又来电话了 说所有的部长呢,总统命令说,要由所有的部长呢,也一块来参加 像我这样的人,跟总统呢,两个人并肩坐在一起,然后参加了这个大会 这是当时我们照的照片 那这照片呢,真的保管的特别好,这照片好像是第一次见到的 然后,第二次我们去的时候,总统得了癌症 我每次都是二月份的时候去巴拉圭的大会 总统特别特别高兴地说 他说的第一句话呢,就是说,这是神给我施下了恩典 我得了癌症 因为在巴拉圭没有办法治疗这个癌症,所以他去了巴西的医院 那有一个上院议员跟他得了同样的癌症,所以跟他一块去了这个医院 总统给我讲了他治好这个癌症的见证 那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可最终呢,没有治好 所以到后来总统连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只能等死 那当时医生们进行了三次会议 最后一次开会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医生就站起来了 他站起来之后说什么呢,我们已经失败了 总统在住院的时候是走进来的 可现在连话都说不了,躺在这儿了 那当时巴拉圭呢,正在竞争着,竞选下一个总统是谁 这个女医生说,为什么明明我们使用这个方法已经失败了 可还在固执这个方法来治疗呢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总统肯定会死 当时,在现场,现场的人没有人说什么 现在我们使用的这个方法呢 反而使总统呢,变得更加不好了 为什么我们还顾着这个方法呢 对你说的对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呢 如果要使用别的方法的话 那没有别的方法了呀 所以就重新呢,就好像他第一次来到医院里一样的 重新做了检查 那非常惊奇的是,总统呢打开了他衬衫,然后让我看 然后说这里面呢,发现了一个病毒 然后那天呢,就做了手术 第二天吃了药 然后就开始说话 然后就干干净净的好了 然后总统就坐飞机回来 一起去的商议议员呢 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冰凉的尸体了 总统说,神与我同在 所以我每次去巴拉圭的时候都跟他见面 那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那上一次我在去巴拉圭的时候呢,我也见到了总统 他帮助了很多很多的部分 他也让我呢,跟现任总统的见面 他跟我呢,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因为一个人能得救非常宝贵 那我想,神何必要叫我这样的人见总统呢 那这肯定是因为神叫我给总统传福音的 所以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我都想给他们传福音 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得救 很多的总统却得救了 各位,贝宁的亚伊布尼总统 真的跟我们非常的要好 还是瓦提尼的国王 我们见到这样的总统的话 他们跟我就像一个家人一样 我看到他们自己的社民感到特别幸福的时候 我就想,当我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就会变得幸福啊 就会变得喜乐呀 真的,神在我身上 行了很多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各位,这一次我们进行广播的这个事情也是 我讲了很多次了 一开始呢,说是有一亿三千人会观看我们的节目 我当时无法相信 哎,怎么可能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可是各位,有许多的电视台 现在,也有更多的电视台呢,要播放我们的节目 我的儿子在美国 我的儿子特别感慨地给我打了电话 父亲呢,这一次在美国 有四十九个电视台 在播放着牧师您,呃,父亲您讲的道 各位,真的我无法相信 可无法否认的是,因为这就是事实 等到这一次不到会结束之后呢 有很多的电视台呢,请我呢,给他们定期的讲道 那我们Segi弟兄也是 这一次他成了明星 他的家人全部都在美国 那他的父亲呢,看到自己的儿子呢 他已经登上了全世界的电视台 所以他完全成了一个明星 真的非常高兴 真的,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我真的无法理解 那,我说我见到的总统 大家都说我在撒谎 那我计算了一下 说我呢,总共见了三十一位总统 而且,有很多位呢,是已经见了好几次了 那过去呢,别人做都行,可我做了就不行 为什么别人做的都行,我做了就不行了呢 我当时考了技术价值观,然后没考上,落榜了 那,我有的时候见到一些将军们跟他讲这个事情 我说呢,我过去呢,连这些将军们身边都没去上 那我说呢,我没考上技术价值观的时候,他们下了一大跳 那我连这技术价值观都没考上 那我连这技术价值观都没考上 我就想,为什么我怎么就这样不行呢 别人都行,可我怎么就不行呢 我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呢,我就遇到了耶稣 那想一想的话呢,我经常会流下眼泪 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人 可我算什么 我算什么呢 竟然拯救了我 从那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开始改变了 所以别的人把我所说的话当作是谎言了 说怎么可能会这样呢 可我坐在韩国 那我对这个电视台什么都没有说 可有两百多个全世界的电视台 把我讲的十一个小时的这个道呢 全部都给拨出去了 如果换算成金钱的话 那如果叫我交钱的话 我一辈子赚的钱都不够 可不仅是这样 大部分人听到讲道之后 说啊,这讲道讲得真好啊 然后就结束了 各位,我在讲道的时候 他们听了之后特别感慨 特别特别高兴 然后每天都有那些信 留言呢,飞到我这里 涌向我这里 各位 各位,我说这样的话,各位能信起来 信得过吗?各位信不起来是吗? 信不起来吗? 真的神做了真的像梦一般的事情 怎么做呢? 那二儿子呢,作为父亲的儿子呢 一直在父亲的家里面长大 可二儿子呢,跟父亲的心是不一样的 虽然,在同一个无业下生活 可他们的心却是不一样的 想法是不一样的 因为父亲跟儿子的心是不一样的 假如父亲跟儿子的心是一样的话 那我家儿子呢,虽然 没有什么做得太好的事情 可我心里非常感谢的是 到现在为止 我今年呢,已经是 就是 现在我家儿子是47岁 可我无论说什么话 他从来都没有违背过我 各位,我们来说一下 生了儿子之后 假如儿子 违背我反抗的话 该怎么办 那是把他杀了还是怎么办的 这根本不像话是吧 所以我感觉到的是 我能够感觉到是神 在引领着这儿子的心 不知道有多么感谢 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 那我所认识的人 不管做什么事情 别人做了不行 但是我所做的事情全部都成了 为什么 因为我跟神成为了一个 因为神站在我这边 那谁能 抵挡我呢 所以人们听了我的话之后 特别特别惊讶 那我们今天晚上读了路加福音15章的话语 二儿子呢 有一天呢,他的心呢跟神是不一样的 他对父亲说 他对父亲说父亲呢 你把我赢得的家业 产业给我吧 所以这心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就很自然的就会变得疏远了 所以二儿子带着财产呢去了远国 可各位在读着路加福音15章的时候 可各位在读着路加福音15章的时候 当然这是因为 这是神的话语所以才会这样 世上有很多人也会写诗 也会写词 也会写很多文章 可有名的文学家们 说没有一篇文章呢 比这路加福音15章更有文学价值了 我听了这话之后心想呢 这都是大家知道的故事 这有什么文学价值呢 那只不过就是二儿子 离开父亲家里面去了远国 然后浪费了财产 回来之后成为了乞丐 这怎么能成为有名的文学作品呢 那我把这篇圣经呢 几乎都背下来了 那几乎这样的文章呢 都能背下来 那这个二儿子呢 我们仔细读这段话语的话 在这话语当中 在这文章里面出现 两个场面 两幅画 第一幅画呢 在描述着人类最悲惨的一个场面 另外一幅画呢 在描述着人类最喜乐 最明亮最幸福的一个场面 所以人类最悲惨的一个场面 的意思是 那最黑暗的一个场面呢 就是二儿子在 在猪圈里面的时候 所画的那一幅画 二儿子 非常的肮脏 寒冷 饥饿 孤独 而且非常 没有任何的盼望 然而第二幅画呢 是最明亮的一幅画 二儿子到了父亲家里 在去的时候 他以为他浪费了自己父亲 所有的财产 所以以为父亲会责备他 二儿子因为实在是太饿了 所以他就想了 假如父亲赶我走的话 那我就说对父亲 我没有资格当父亲的儿子 可我当您的一个故宫 然后为您打工 然后吃饭吧 二儿子带着这样的心回到家里 可各位这个圣经 特别神奇的是 二儿子在回到父亲家的时候呢 他带着是这样的一颗心 可父亲给这二儿子的心呢 却给这儿子的心呢 却给这儿子施下了 比二儿子的心还要大千倍万倍一倍的这样的恩典 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 给他戴上戒指 给他穿上鞋子 我们在肥牛堵 我们一同吃喝快乐吧 真的特别的感慨 当我陷在罪恶当中生活的时候 然后我走到神面前 神像二儿子一样 使我非常的荣耀 非常的幸福 有一次我去了 艾斯瓦提尼这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个王国 还有国王存在 那我们音乐学校的学生们去艾斯瓦提尼去服饰 因为我们音乐学校 在接受着特殊的教育 所以在全世界呢是公认得非常好的一所学校 那这一次和尚团的团长呢在俄罗斯呢 他的博士学位已经合格了 在博士过程当中 他所写的论文呢是迄今到现在为止呢 没有一个人的论文能够赶上他的论文 很多人主张说要带着他的这个论文 来重新开始音乐 各位我们造了一个合唱团 韩国人独唱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合唱呢联合在一起的却唱得不好 可我们不知道我们合唱团的实力到底有多好 所以想参加国际大赛 2009年在冀州的国际合唱大赛当中 拿了最大的奖项 然后2011年的时候在釜山的我们又拿到了最大的奖项 这两个都是在韩国 2014年我们去了意大利的尼贝德加德达 然后又拿到了最大的奖项 同一年又去了瑞士的蒙迪的去那里的参加了合唱大赛之后呢 在混声合唱这一块呢又拿到了最大的奖项 在2015年在德国马克特奥布多鲁普 又拿到了最大的一个奖项 现在全世界的合唱团都有我们的合唱团来引导 一开始因为我们合唱唱得不好 所以我带着我们的合唱团到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国立音乐学院 在那里学习发声啊 学习音乐 当时我们在澳大利亚 西尼歌剧院里面我们有演唱会 但是我们没有指挥家 所以我们就联系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 让他们派一个指挥家过来 然后当时来的人就是波利斯阿巴利亚这个位先生 他是现存的世界最顶级最棒的指挥家 在俄罗斯他有自己的合唱团 可因为我们合唱团都是得救的相信耶稣的人 所以在精神层面上 这俄罗斯的很正常是赶不上的 所以无论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被承认为世界最棒的 那现在也在做着学校在进行教育 科特迪瓦的总统咨询团呢 上一次来到韩国之后看到我们的学校 就说这学校是世界最棒的学校 各位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过去我做什么事情都不行 当我没有考上技术下识观的时候 我以为我的人生全部都败亡了 然后紧接着我在最得赦美之后 从那时候开始我无论做什么神都帮助我 让我成就所有的事情 从那时候开始我跟神成为了一个 各位二儿子到了父亲家里面 从那时候开始非常神奇的是 到现在为止无论到世上哪里都没有免费 可父亲家里面全部都是免费的 各位在圣经里面免费这个单词可以翻译成是免 恩典 那我们说 免费的意思是毫无代价的白白得到的意思 在圣经里面我们最得赦免的就是恩典就是免费的 既不是说我们要多奉献 也不是说我们要多侍奉 也不是说多传福音 也不是说多做好事 最得赦免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免费的 各位在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的东西卖五百美元 有的东西卖一千美元 那我们要支付这个代价 可各位蒙福的意思是恩典 这意味着不收钱 所以我们不能交钱 绝对不能支付这个代价 也不能努力 这是百分之百的 要由耶稣来做这个事情 在当二儿子到父亲家里面的时候 他浪费了父亲所有的财产 可父亲却说什么 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 给他戴上戒指 给他穿上鞋子 我们宰肥牛犊 一同吃喝快乐 真的里面有所有美好的东西 二儿子在父亲面前无话可说了 哎呀父亲 哪怕是不好的衣服也没有关系啊 父亲呢不需要抓肥牛犊啊 这是你的想法 可对我来说你是死而复活的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你 可能有的人在猪圈里面也没有给你饭吃 可对我来说你是世界最棒的儿子 我就是全部都给你都一点都不觉得可惜 哪怕是给你我的生命我都不会感到可惜 这绝对不是代价 这是免费 你享受吧 神就是这样对我做的 这个故事就是我的故事 我真的犯了罪 违背了神 真的行了恶 真的过着非常恶的生活 然而 非常惊人的是 神毫无代价的 白白的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 使我们洁净了 从那时候开始 无论我做什么他都帮助我 我们音乐学校的学生们去了埃斯瓦提尼 当时有国立大学的毕业典礼 学生们去找到了这个学校 他们说啊 我们是从韩国来的音乐学校学生们 我们想来庆祝毕业典礼 所以想来唱一首歌 可进行部那里的人说不行 他们问为什么呀 说今天有国王陛下亲临现场 昨天呢 已经把这所有的顺序呢 报给了这个国王 所以这个顺序呢 没人能改变 所以非常抱歉不行 那他们说行 那我们就参加毕业典礼吧 可他突然改变了心 然后说现在国王还没有到 可观众们都到了 那你现在想不想唱歌 他说啊好啊 所以就开始唱起了歌 问要唱几首啊 唱三首吧 所以正当他们唱第一首歌的时候 唱到一半左右的时候呢 国王就到了 国王到了之后 那看到他们唱歌 这国王就坐下来了 那等到这典礼结束之后 国王陛下呢 就叫刚才唱歌的那两个孩子过来 那真的非常惊人是吗 他们就站在了国王陛下面前 说你们是谁呀 啊你们怎么能用我们国家的语言 唱歌唱的这么好啊 啊我们是音乐学校的学生们 我们IYF的创始人牧师 夏天会过来 那也没有人告诉他们 让他们说这样的话 那国王陛下说啊 十天后就来嘛 所以就吩咐下面的部长 说假如朴鱼珠牧师要来的话 要到机场呢 去把他请过来 来见国王陛下 所以当我到了机场的时候 部长就来接我 然后说呢 我跟国王陛下呢 要进行面谈 那这样的事情也很难相信是吧 但这是事实 那我就问了部长 那我们面谈的时间呢 大概有多久呢 说是四十分钟 我说知道了 那我到了那里 那那里是王公 这王公的大门就打开了 那从大门门口开始呢 所有的人都是爬着走到 爬到这个这个国王面前 那我也是本来想爬的 但他们说不需要这样做 那本来我在这个军队里面 就学过这种爬的方法 所以呢 我知道怎么爬 可他们说呢 说牧师啊 不需要这样 因为我们国家的法里面 外国人可以走进去 所以我就走进去 见到了国王陛下 我们打了招呼 然后我就讲了话语 那那里是朴方圆牧师在翻译 本来今天晚上应该由朴方圆牧师过来的 但是他因为新冠病毒 所以现在在隔离中 那这周天晚上呢正好呢 就会结束隔离 那我想这一次假如我们PK弟兄没有翻译的话 该怎么办呢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那我讲了三十分钟的话语 然后正好就过了四十分钟 我就停止讲了讲话语 那国王陛下呢 这眼睛瞪得特别大 一直在盯着我 让我感到特别的惭愧 那我结束了话语 这陛下就说 牧师啊 再多给我讲一点话语吧 我又重新讲了三十分钟的话语 有关最多赦免 那牧师看着我说牧师啊 国王陛下看着我说牧师啊 再多讲一讲 讲了 又讲了三十分钟总共三次 那然后呢 国王陛下就最多赦免得救了 他感到特别的感慨 那头一次 他张开口说牧师啊 牧师您真的是神真正的仆人 我要给你一块地 牧师你在那建造你的房屋 也建造IYF中心 所以国王陛下给了我一万五千平方米 在地平 那这地呢 特别特别的美丽 那那里有树也特别美丽 所以本来要把这个全部都给 那个给 这个挖平 但是本来是想这样的 可我在看这个山的时候呢 这山实在是太漂亮了 所以我就告诉国王陛下 因为这山实在是太漂亮了 没有办法把它挖掉 再多给我一点地皮吧 所以又给了我们 三万坪 就这样的地 那我们计划呢 在那里呢 开路 然后呢 做水道 然后建那里的建筑 那等到新冠病毒快点结束之后呢 打算在那里开工 那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 真的像做梦一样 那各位知道今晚我为什么讲这样的故事吗 二儿子在到父亲家之前 在到父亲家的时候呢 父亲没有什么是可惜的 各位相信吗 是的 这位我们成了这样的一位神的子女 所以各位无论各位是谁 只要罪得赦免的话 那神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惜的了 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 给他戴上戒指 我在1962年遂得赦免之后 那现在快到60年了 在过去的60年 这段时间里面 真的有的时候我特别的贫穷 特别特别困难 可我无论做什么事情 神都帮助着我 有一天国王陛下就有说 说国母呢 身体不好要来韩国的三星医院里面 所以 就告诉我呢 等她到了韩国 让我好好招待她 那负责国母这所有行程的是一个国家的大使 那那一天呢我去了国外 然后 稍微来的晚了一点 然后就去了酒店去见她 可这个大使呢 根本就不让我去见这个国母 所以当时呢我连 欢迎国母的这欢迎仪式呢 都没能进去 可等到 这个典礼呢 结束的时候呢 公主呢看到了我 公主看到我之后 吓了一大跳 我说我需要见到国母 他就叫来了这个大使 然后就对大使说 是国王陛下叫我去照顾国母的 那我到国王陛下那里说 是你拦着我让我无法见到国母的吗 然后呢他就让我呢不管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见到他 所以我当时就能给国母传这个福音 那到了这个国母来这个医院的时候 有七十多个随行人跟着他 一般王室呢都是这么做的 所以我给他传了福音 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 那各位这圣经对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二儿子在回到父亲家里面的时候 他浪费了所有的财产 成为了一个乞丐 然后回来了 真的肮脏 丑陋 然后也发臭 各位 这样的一个场面就是我们走到神面前的一个场面 各位并不是说我们要 带着洁净的样子走到神的面前 也不是说我们要带着华丽的面目走到神的面前 而是带着肮脏的这个面目 带着丑陋的这个面目 带着不俗的这个面目 带着犯了罪的这个面目 然后我们 走到了父亲面前 到那个时候为止呢 我都没有把这当作问题 可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不再是通过我来成就什么事情 而是通过父亲的 我就能够得到改变 变得洁净 变得华丽 变得荣耀 变得自豪 不是我做了什么 然后使我变得了不起 这是父神 使我变得荣耀 各位我在1962年 得救开始相信神的时候 真的 我是什么都不是的 只有肮脏丑陋污秽的一个罪人 可在那个时候 我罪得赦免的也是父亲的恩典 我变得洁净的 我变得荣耀的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 我只是带着肮脏的 丑陋的 做错的 什么都不是的 就像二儿子一样 走到父亲面前而已 所以当我 离开父亲的时候 我什么都做不了 可现在呢我回来了 回到这父亲面前为止的时候 是我做的 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跟我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每当父亲张口说一句话的时候呢 我就变得不同了 说赶紧烧热水 赶紧叫理发师过来 赶紧给他穿上最好的衣服 只要父亲一张狗说话 那这个话就会进入到这二儿子身上 然后就改变他 那各位我是肮脏丑陋污秽的一个人 1962年我见到了耶稣 从那天开始 一切都不是通过我来成就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耶稣基督来成就的 他赦免了我肮脏的罪 像白雪一样白得洗净了我的罪 神的圣灵进到我里面之后 给我心里带来了幸福和喜乐 不关我做什么事情 我就能看到神一直在引领着我 只有一点 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相信这位神 我虽然是肮脏的 可并不是我来变得洁净 而是是神让我变得洁净 并不是我要变得华丽 而是神使我变得华丽 不是我要变得蒙福 而是神始终有 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神来使我蒙福的 现在想一想的话 他给了我健康的身体 今天来采访我的记者就有说 牧师这么繁忙的那些行程 你怎么去去做呀 你身体很健康吗 那我告诉他说神给了我非常健康的身体 那离韩国最远的一个地方是巴拉圭 如果要到巴拉圭的话 从这儿呢要去洛杉矶 再从洛杉矶到圣保罗 然后再从圣保罗呢再去巴拉圭 巴拉圭到圣保罗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左右 圣保罗到洛杉矶是13个小时 然后从洛杉矶到首尔又是13个小时 总共呢需要坐飞机30个小时才可以到 可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疲倦的 可有一次真的发生了非常非常高兴的事情 他看到我的机票之后 他说你是百万会员呢 大航空的百万会员的意思是 这意思是如果坐飞机坐了百万里以上的话 就会成为百万会员 那我光是大航空就已经坐了150万里了 如果在合并上别的航空公司算在一起的话 应该有300万了 因为去一趟巴拉圭的话就相当于是转了一圈 这个地球 可我坐飞机呢一点都不感到疲倦 我心想坐飞机有什么好累的我无法理解 那在飞机呢你是要去耕地还是储地啊 那喝完咖啡 然后喝可乐 然后那天正要出来的时候 他说啊你是百万会员呢 现在我们这一等座扩 这个同等舱呢有空为你来坐吧 那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那真是特别奇怪的是有的时候也会等待这样的事情 那真的非常感谢非常幸福 真的非常感谢 真的非常感谢 99年我心脏不好 可神呢让我完全 治好 我无论做什么事情神都帮助着我 能够看到祂在祝福着我们 真的非常非常的幸福 只有一个 只不过是相信了耶稣基督而已 将我所有肮脏丑陋的罪 耶稣背定十字架呢全部都给赦免了 我只不过是相信了这一事实而已 从那时候开始神跟我的心成为了一个 神向我们要求的只有一个 我要派我儿子耶稣 像雪一样白的洗净了我们的罪 就是将近这一事实 我曾经有很多的罪 可耶稣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的罪 就是这个 可当今有很多的人做不到这一点 总是说自己是罪人 耶稣背定十字架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 那我们说我们是罪人的意思是 这意思是耶稣没有洗净我的罪 那这只能意味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洗我的罪已经失败了 可耶稣最讨厌的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 我们不能说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应该这么说 我们过去曾经是一个罪人 也犯了很多的罪 可耶稣在十字架上 洗净了我所有的罪 我已经洁净了 相信这个就是相信耶稣 相信的话 那各位的心跟耶稣的心就会成为一个 从那时候开始耶稣的心就会流传到各位心里 那耶稣的心就会流传到各位的心里 那二儿子呢 在猪圈里面 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他做了非常惊人的事情 二儿子在猪圈里面做的事情是 就是我父亲家里面 说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了 因为实在是太饿了 所以二儿子就决定的去找父亲 虽然有很多做错的部分 有很多瑕疵 可到父亲那里去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现在开始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阿对假如父亲你赶我走的话 那我就不当你的儿子了 我只是当一个故宫来吃饭吧 那自从这个事情以后怎么样了呢 神在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创造了我们的心 各位这个心呢 不坐飞机 不坐火车也能去 也能去父亲家里 所以二儿子躺在猪圈里面 虽然非常肮脏 非常饥饿 非常寒冷 可他一边躺着 一边看到了天上的月亮 这个月亮同样也会照耀着父亲家吧 然后二儿子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的身体呢很难到父亲家里 所以他的身体呢 他的心呢先找到了父亲家 那看到很早父亲就会叫仆人们过来 说今天这地都干完了吗 今天要有几个人来做这个事情 还有那边的事情需要多少人 然后就叫所有的工人们到田里面去 各位去全罗道的话 有拌饭是吧 那这个拌饭非常有名 各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拌饭吗 各位像去平壤那样的地方的话 那地呢特别的辽阔 那去泉州这样的地方的话都是平衙平原 所以一大早呢大家去田里面 等到他们在中午呢回家吃完饭再回来的话 大家就落山了 所以到了中午的时候呢 大家呢就用车呢载着这个食物 然后到田里 然后那里呢有着各种各的菜摆在那里 那在田里呢没有什么比吃拌饭更好吃的了 所以盛了饭 然后在里面放菜 然后放点辣椒酱 然后再放点泡菜 然后一半一吃特别的香 二儿子虽然身体在猪圈里面 可他的心呢却到了父亲家里 那这些故宫们在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就来了一辆车 那在拌饭里面呢一定要放辣椒酱 我特别喜欢吃这拌饭 那我家孩子在小的时候我总是给他们拌这个饭 所以我呢比我妻子呢更喜欢吃拌饭 那那里的故宫呢一起在那吃饭 二儿子的身体呢虽然躺在猪圈里面 可他的身体呢到了父亲家里面一看 跟这个辣椒酱拌在一块说多吃点吧 啊太饱了我吃不下去了 阿姨再说多吃一点吧 啊不行我肚子快要爆炸了 虽然身体在猪圈里 可先到了父亲家里一看 他就想每天到父亲家里 因为身体要花几天的时间 所以没能没法过去 可每次到父亲家里面的时候 发现他家里面都是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幸福充满了食物 所以有一天他心里面想 哎身体也跟我一块去吧 过去呢是只有心过去 可现在是身体呢 也跟着这个心一块过去了 假如父亲说什么怎么办 哎责备的话就被责备吧 父亲呢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那我就当做一个故宫然后吃饭吧 他本来想这么说的 可是儿子没能说这样的话 那父亲呢抱住他然后亲嘴又为他做罪的事情 所以这儿子就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他只说到这里 然后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他就没有办法继续说这样的话了 那本来想在父亲赶自己走的时候他想说这样的话的 可他要说这样的话的话 这父亲肯定会特别生气 所以他就把这一切交给了自己的父亲 然后就通过父亲 他就能穿上最好的衣服 然后去吃饭 然后穿上最好的鞋子 然后呢宰了肥牛犊 这一切的都是靠父亲的恩典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资格 而是因为他是父亲的儿子 各位这就是信仰 不是因为我做的好了 而是因为父亲就是我的父亲 不是我来洗我的罪 而是神为我洗罪 神洗我罪的时候才能像血一样白的洗净 假如我们洗的话我们会洗得很奇怪 像白血一样白的洗净 这个就是父亲的骄傲 父亲就是想这么做 跟这一样 神将肮脏的我们 通过十字架上的血洗净我们才是父亲的喜乐 我们比起赚钱 那父亲的喜乐呢就是跟父亲一起 适合快乐 这才是父亲的喜乐 所以各位这父神呢 不是将各位呢作为一个乞丐留在那里 而是想要使各位变得洁净 这才是他的喜乐 给各位祝福的才是天父的喜乐 所以不管各位愿不愿意 神已经洗尽了各位的罪 只不过 各位只要相信这个就可以了 那这样各位才能走到父亲这里 那这样各位才能走到父亲这里 从那时候开始 只有这样各位才能够通过父亲 来一同吃喝快乐喜乐 我一直以来 以为我要做好事 要努力才可以蒙福 可是我通过读圣经 我明白了不是这样的 神已经派遣了耶稣 已经洗尽了我们所有的罪 比白血还要白的洗尽 然后又宰了肥牛犊 已经准备好了宴席 让我只要享受就可以了 我要做的事情什么都没有 这罪不是由我们来洗的 我们一辈子也没有办法洗这个罪 可耶稣基督已经干干净净的洗尽了我们 然后就像这浪死的故事一样 父亲说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 给他戴上戒指 给他穿上鞋子 然后给他理发 洗澡 然后出来 那不知道有多么荣耀 这是靠父亲的恩典 王父生活的 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 要相信父亲 父亲爱我 爱我才是父亲的喜乐 各位相信这位父亲吗 各位相信吧 那神就会使各位变得荣耀 到现在为止 神给了我说不尽的喜乐 这一次我们广播的这个事情也是这样 可真的非常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爱我 我自己的赦免之后 那我在做着传福音的事情 那神呢真的非常惊奇地做了非常蒙福的事情 各位现在开始请喜乐地做神的事情吗 只要享受神赐给各位的一切就可以了 相信神会祝福各位 那通过耶稣基督已经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 已经使我们捷径了 圣洁了 相信通过神有着说不尽的喜乐与祝福领导各位 阿们 我们自己祷告 圣洁的父神非常感谢 阿儿子真的过得非常肮脏丑陋 可蒙神的恩典 因着这父亲 他变得洁净变得圣洁 这是神想对我做的事情 神啊 求您来洁净我 求您来使我们变得荣耀 求您来添满我们 我们想蒙您的恩典愿您来祝福 我们向主先生感谢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各位非常感谢